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三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三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說一節是特發消息 這一宗就是發生在今天 被揭露 的一宗 新鮮的案件 這一宗案件 是牽涉 前驅議員 前驅議員 好了 我們早前也跟大家說過 由於現在香港 是缺乏資訊 缺乏可靠 有公信力 的機構 以及媒體 兩樣一起缺乏 除了媒體之外 連所有官方機構 甚至乎是民間機構 現在 那個公信力也出了問題 如果是親建制的組織 公信力當然是有問題 因為有政治操作 民間組織並非建制 就出現了問題 由於無法獲得資訊 又或者 獲得消息的時候 可能受到 各種法律的迫害 還有國安法 所以 導致現在在香港出現訊息 要非常之審實 我們這一節在討論 這個所謂騙案之前 大家就是要記緊 記緊上述幾個重要的 原則 情況 才去研究中案件本身的內容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這宗案件是拘捕了一個28歲的男子 說他牽涉 在九宗 電話騙案裏面 也有很多親建制的媒體 出來 詳細 大字標題 我們跟大家一一探討 當然我們也要很小心 也絕對不是說 凡是 建制派說的 或者親建制的報章所說的 就一定不是事實 但是我們現在 處於這樣的環境 對所有資訊 是一定要戴著有色眼鏡去看的 我們詳細跟大家詳細分析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支持本台的方式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請大家記得一定要支持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還有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敬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這個案件就說有消息 說拘捕了前區議員 黃俊揚 正確的拘捕時間 是星期一 即是6月5日 警方 就是說拘捕了一個本地的男子 28歲 叫星王 說他在5月份到6月份 就是牽涉 九宗 叫做猜猜我是誰 的電話騙案有關 成功 騙取 合共97萬元 其中一宗案件 最高的金額 牽涉是30萬元 受害者 受害者絕大多數就是 70歲至93歲 上了年紀 的老人家 全部都是女性 後來 就說有消息流出 所謂的消息 就是被各大的所有親建制媒體 全部獲得 相信其實很簡單 其實警方 就是發放消息 說這個 被捕的人就是前 尼島區的區議員 王俊陽 案件 就是控告 用欺詐手段獲得財產 將會在明天 8日的時候 帶上法庭 相關的案情 相關的案情就是 在30日的時候 觀塘區的警署 接獲報案 有一位90歲的婆婆 報案 說收到來歷不明的電話 對方 說自己 是這個婆婆的兒子 因為牽涉刑事案件 所以被捕 需要保釋金 也說 會有朋友上門收錢 於是 婆婆中招 結果 就是把 30萬現金 交給 上門來收錢的男子 後來 就是跟家人 商量 後來發現當然這件不是事實 於是就報警求助 根據警方現在公佈的資料 這個上門負責收錢的男子 即是上去 收現金 收30萬 就是這個 是扮成是 兒子的男朋友 上門收保釋金 的男子 就是 現在抓到的這個 是黃俊弱 我們開始要分析了 到底 這個 案件裏面 首先第一 有沒有政治的成分 政治的成分一定存在 第一 這個是前驅議員 這個是反對派的前驅議員 然後我們再分析案情 看看相關資料 這個區議員 黃俊弱 其實早在兩年之前 就已經 不斷成為 親建制媒體 的焦點 當時有大量的報導 關於這個前 議員 正式辭職 尤其是當政府安排要正式宣誓 效忠這個基本法的時候 當時辭職是2021年的時候 也在2021年的時候 親建制的媒體 在10月份也曾經報導 前議員黃俊弱 沒有糧出 要轉行做餐飲 在2021年7月份的時候 忽然間牽涉一宗案件 說跟女友 有金錢的糾紛 於是對方報案 然後有警察上門 然後把他拘捕 根據親建制的媒體 這些徹底是 藍絲媒體 叫做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當時就說他在家裏被捕 根據 裏面引述商台的消息 媒體就是這樣 交叉引述 報案的人是黃俊弱的女朋友 報案的內容是跟他發生金錢糾紛 警察到場就說他沒有跟員工 供這個強積金 然後就拘捕他 還有一件就是跟他相關的爭議事件 就是他曾經 在社交平台 曾經說自己是吃大麻 當時也引來大量的親建制媒體 對他進行攻擊 說他是播毒 這次真的是毒品的毒 不是港獨的毒 這個大致上 就是這位前 區議員大致上的背景 我們回到分析案件 首先這個案件 現在跟64 跟國安法 跟種種這些事項都沒有關係 牽涉金錢 也跟任何的示威抗爭沒有任何的關連 現在牽涉的案件 有證人是90歲 的婆婆 我相信 要找到他禁錢出來 的證據也不難 所以 從表面去看 這個案件 跟政治 還有他原本的政治立場 是沒有任何關係 唯一我比較能夠想到 可能跟政治有關的 就是他繼續在用區議員的身份行事 然後有人報稱 就是被人 被抓了 需要去保釋 不過這樣的情況 自從2019年之後 基本上 已經完全絕跡 更加很難想像 是會 忽然之間是上門 去幫人 拿現金 的所謂保釋金 所以 我又看不到有甚麼理據 如果按照這個案情 按照這位90歲的婆婆 不是在做建制的演員 當然我們現在也是按照 目前已經知道 的所謂就是訊息 會不會真是 所謂另有案情 也要看看當事人 不過就著現在的牌面 案件的內容 就是看不到 有任何東西跟政治有關 而事實上 真的發生過太多案件 跟這些 前 政治人物有關係 他們 特色之一 就是絕大多數 不知道為甚麼 也是曾經參選過 而且做過區議員 其中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的 就是因為原本的區議會選舉 因為2019年的時代革命 使得很多人 只要他不是親建制派 都能夠獲勝 只要 他們是爭取到出選 就能夠當選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去解釋為甚麼 有那麼多 這些區議員是相繼出事 他們在政治上 被信任的程度也不足 對於政治的大局 影響也不足 再加上 政府的打壓 還有宣誓 需要離職 各種因素加起來 更加促使現在這個情況發生 他們很多 在結束了議員 的生命之後 就是叫做無以為計 我們也很少看到 有非常積極 繼續參與 這個民主運動 對抗中共 光復香港的區議員 不是沒有 但是非常非常少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去解釋 為甚麼會發生 或是叫做潛在 我們也是叫做移中流程 為甚麼會發生類似這樣的案件 這些通通是原因 這些案件 我也想跟大家說 不希望影響到士氣 不過我們真的就是知道 現在這個叫做2019年 就是一場馬拉松賽跑 我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你2019年 有沒有穿著跑衣在賽道出現 我沒有興趣知道 我們唯一知道的 就是你現在是不是 繼續 持續對抗中共 和港共 你2019年 做過甚麼其實已經不是最重要 如果你現在 已經甚麼都不做 甚至乎有些再壞一點 有些甚至去投共 難道 我又要繼續當你是手足嗎 你投共了 這件事叫做絕不可能 我們今節跟大家突發 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話題要說